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做的这个呢 我会配上两种sauce是我自己调的 一个是我们中式的这个葱姜油 还有一个就是法式的这个香草cream sauce 也是我自己调制的 我们看一下需要的材料 首先呢 一只龙虾四只bounce就可以了 冰鲜的大的袋子三只 我这个呢是按着一个人份的哈 你也可以做多人份 然后呢你所需要的食材呢 根据你所做的人数再增加 我们来看做这个菇饭哈 这个蘑菇饭的这个原材料 那需要这种细米白米 我们呢就把它蒸成米饭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小蘑菇 根据你个人的份量吧 然后呢需要鸡汤 还有橄榄油 葱姜油呢 我们就需要姜一小块把它去皮 还有葱呢一到两根就可以了 切成丝 盐少许 然后油呢两汤匙 然后看一下香草cream这个sauce需要的材料 需要葱 然后还有香菜 嗯 鸡汤白酒cream 牛油 盐少许 橄榄油 还需要呢黑松露酱 还有不辣的红辣椒粉 好 我们把这个蘑菇呢给它洗干净 把这个地给它去掉 嗯 我们清理的时候也一定要清理干净 不然这个白色的这些糊 我们要把它去掉 洗干净以后我们把它切成片 米呢 我们用清水给它洗干净 多洗几遍 然后把它沥干水分 洗好的米我们直接放在电饭锅里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加入这些450升的这个鸡汤 加入一汤匙的橄榄油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米饭出来会有鸡汤的鲜味很鲜 好 我们把这个蘑菇片也放进去 正常的煮饭模式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处理这个龙虾 龙虾呢我们洗干净以后 沿着这个背部哈 把这个壳这一块呢我们要把它剪开 一直剪到尾巴的部位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龙虾的这个底部啊 中间 这壳已经裂开了 我们把肉给它挤出来哈 里边这个污污脏的东西我们要把它去掉 然后我们就是把肉把它取出来就好了 把肉取出来这一条肉取出来呢 放在这个龙虾被子这个壳上 好 我们用剪刀从中间把它剪开 这样让它能够平摊在这个龙虾被的这个壳上 我们在肉上呢 轻轻的还给它拿小刷子刷上一层橄榄油 看着非常的明亮啊 我们呢 再撒上少许不辣的这种红姜粉 就很漂亮嘛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烤盘里就可以了 袋子呢 我们就把它洗干净 别让那个尖刃的部位给它去掉 确保一下它表面没有沙子是干净的就可以了 洗干净以后我们用这个厨房纸把它擦干净哈 一定要擦到非常干 袋子我们在煎之前 我们再给它调味就可以了 葱姜油 我们就开始把它做一下咯 葱丝姜丝准备好 把油也准备好 然后这个是香草的这个cream sauce 也是一样 把所有的原材料都切碎准备好就可以了 好 我们首先呢 要做这个姜葱油啊 小锅里放上一点橄榄油 根据你多少个人吃吧 你就放多少就可以了 把姜丝放一起加热 中小火一点扁炒一下 姜丝释放出香味就可以了 加上一点点盐 我们把这个葱丝呢也放在里面 给它炒匀备用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香草cream 我们要用中火把它加热 然后也是放上橄榄油 放上鸡汤 转大火 把这个鸡汤要烧开 烧开以后我们再放上一点点白酒啊 不时的给它搅拌均匀 让这个白酒呢 基本上就昏发的差不多了 大概十几秒呢 我们就把它转成中小火就好了 然后加入这个三分之一杯的cream 我们再次把它搅拌 搅拌均匀以后呢 有小火我们再给次烧开 把这个酱汁再烧开 然后把其余的白酒再倒里面再次烧开 给它煮上片刻呢 煮一会儿 这时候转成中火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加入15克的牛油 把它搅拌 这样的汁会更浓稠一些 加一点盐 然后香菜 葱粒 关火就可以了 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我们就可以盛在小盆上备用了 这个香草的cream sauce就做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饭已经好了 这个菇饭已经好了 我们用小铲子把它搅拌均匀 打松散了就可以了 龙虾呢 我们就把它再放在这个烤箱 预热375度就可以了 把它焗一下 焗5分钟吧 然后就给它转成上火450度 再烤上2分钟 盖子呢 我们在煎它之前 放上一点黑胡椒的粉末 撒在这个盖子里面就可以了 平底锅加热 放上一点点的油 油呢 就是非常热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袋子放到里面煎 煎至金黄就可以了 大概3到40秒就差不多了 很漂亮的颜色了 这个套餐呢 我们是油蛋到浓 然后去品尝 龙虾呢 我们可以先蘸一下 这个中式的姜葱油 然后呢 我们再蘸这比较浓的这个sauce 法式的cream这个sauce 品尝它不一样的味道嘛 然后我们再尝一下鲜鲜的这个袋子 非常的诱人 再加上点黑松露的袋子 那就更好吃了 非常的提鲜 姑饭呢 美味清纯再加上黑松露 让味蕾呢 得到一个升华 那我们这样一道既美味又营养又漂亮的 居龙虾香煎袋子 黑松露姑饭呢 就做好了 在各节日的时候呀 生日party的时候 都可以为家人做 好 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需要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 点赞 与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혹 så 您的赞 订阅 转发 打赏